你能想象吗 仅仅因为30万 这个美丽善良的姑娘 就被自己的亲生母亲和亲生哥哥 联手前后两次送进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院 女孩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 十几个人住一个房间 没有隐私和尊严可言 必须无条件的听从医生的话 按时打针吃药 稍有反抗就会被医生护士 强迫打镇静剂 甚至会被拉走进行定居治疗 看在这 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 有一个疑问 收治这个女孩的医院 难道都不测试一下 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精神病吗 难道只听患者家属叙述 就能够妄下诊断吗 那么这个女孩的母亲和哥哥 又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呢 最后这个女孩 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女孩叫周怡君 广东人 她的父母生育了四个孩子 她是家里最小的一个 一家六口人 表面上看上去 其乐融融的惹人羡慕 可实际上呢 他们的家人关系并不和谐 父亲对四个孩子的控制欲 非常的强 教育方法也非常专制 简单的说就是 你们必须听我的 不听就是不笑 就得挨打 母亲重男轻女 尤为偏袒宠宁儿子 不仅对女儿十分冷漠 还对女儿的婚姻强加干涉 大女儿自由恋爱就是被母亲强行拆散的 后来她又安排了小女儿的婚事 而父亲呢 对儿子的管教十分严格 而且独断专行 比如因为不买儿子高考时填报的志愿 他就把儿子锁在屋子里 然后强行把儿子的志愿给改了 说来也怪 对儿子十分严厉的父亲 偏偏对这个小女儿周怡君十分宠爱 在小女儿要考大学之前 父亲就鼓励女儿说 只要你能考上一个好大学 我就奖励你一套房子 2005年 周怡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华南师范学院 父亲十分高兴 当即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将深圳的一套价值150万的房子 赠予小女儿周怡君 可就是父亲这个举动 引起了母亲和哥哥的强烈不满 重男轻女的母亲认为 房子就应该留给儿子 给女儿就相当于便宜了外人 哥哥也觉得自己的利益遭到了侵犯 可即便家人反对 父亲还是把这套房子 过户到了周怡君名下 之后20岁的周怡君 便来到大学学习 可是没有多久 她的父亲就被确诊为癌症晚期 命不久矣 得到消息后的 她第一时间赶回老家陪伴父亲 可是正当她为父亲的病情 伤心难过的时候 母亲却命令她立马结婚 为父亲冲喜 如果她不照着做 就是不笑 就这样 周怡君懵懵懂懂的 跟母亲安排的男人结了婚礼了 正可是结婚冲喜 并没有给父亲带来生的希望 十几天后 父亲还是去世了 父亲的去世 给周怡君很大的打击 之后周怡君和新婚丈夫 因价值观生活理念不同 使而爆发争吵 最终双方在结婚 47天以后分道扬镳 丈夫出于对她的补偿资源 赔偿了她30万元 可是没有想到 就是这30万元 引发了周怡君后来的悲剧 周怡君从小就心善 喜欢帮助别人 在大学期间 她接触到佛学 就有了投身佛教事业的想法 所以当她拿到30万之后 她立马联系到黄雪涛律师 签了一份委托书 决定留下10万块钱继续读书 然后把剩下的20万 投入到佛教事业中 帮助其他人 得知女儿拿到赔偿款 不拿出来给家里人用 反而想着要捐给那些不知名的陌生人 母亲那是怒不可遏呀 哥哥更是觉得妹妹脑子不正常 他说拿到钱不给家里人花 却要把她捐出去 这难道不是疯子的行为吗 当他们多次找到周怡君 索要30万赔偿款未果之后 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恶毒的法子 那就是合力把周怡君弄到精神病院 这样他们就可以随便处置她的这笔财产了 为此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第一步就是散播谣言 周母吸睛附体 逢人就哭诉自己命苦 女儿可怜 刚刚没了爹 又被丈夫抛弃 现在在家里不吃不喝 精神恍惚 就像患上了精神病一样 周怡君的哥哥也忙着 给妹妹曾经的同学朋友打电话 告诉他们 妹妹遭受打击之后 整天都风风点点的 一时间流言四起 只要周怡君一出门 大家都会议论纷纷 仿佛他真的是个神经病 周母和儿子看铺垫的差不多了 就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 他们找人把周怡君送进了精神病院 那是2006年的10月21日上午 那天是周怡君父亲的忌日 当天周怡君要去给父亲扫墨 哥哥提出开车带他去 没想到 哥哥却趁此机会找来一群标刑大汉 把他强行送进了 早就联系好的精神病院 为了防止周怡君东途逃跑 他们还给他注射了导致昏迷的药物 等周怡君醒来的时候 他早已被捆着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动弹不得 医院没有对他进行任何检查和测试 就对他宣布了诊断结果 更可笑的是 医生所下的诊断 全都来自于他的母亲和哥哥的描述 周母和哥哥把他形容成一个 有癫狂症和暴力倾向的人 让医生们要对他严格看守 周怡君懵了 自己怎么会有精神病呢 母亲和哥哥为什么要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呢 他开始反抗 试图跟医生护士解释清楚自己真的不是精神病 是被人强制送进来的 可是无论他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 反反他越是反抗 越是会遭到无情的镇压 只要他有一点不听话 迎接他的就是拳打脚踢 甚至连和外界的通讯都被彻底切断 后来他一直隐忍 使得看护人员放松警惕 终于有一次他找到机会 问清洁工接到了电话 拨通了黄雪涛律师的电话 黄雪涛律师得知周怡君的情况之后 立马和周怡君所在的精神病院联系 不曾想医院早就收了周怡君母亲和哥哥的好处费 不但想见办法拖延周怡君和律师的见面时间 而被地理还偷偷的联系周母 悄悄的把周怡君给转移到了其他的医院 这下律师可没辙了 因为在转院之后周母和哥哥给周怡君用的是化名 所以根本就找不到周怡君 无奈之下 黄雪涛律师想到了借助舆论的力量解救周怡君 于是他将这件事曝光在网络上 很快周怡君的故事就引起了舆论的热议 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开始帮着寻找周怡君 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 周怡君终于顺利出远 获得自由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几天之后周怡君的母亲又以周怡君患有双向情感障碍 躁郁症需住院治疗为由把他送进了医院 这一次周母甚至和医院签订了协议 除了他和周怡君的哥哥 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探视周怡君 除此之外 他们还特别叮嘱医院 对周怡君加大药量 派专人看守 而且在周怡君住院期间 哥哥还联系医生 强迫周怡君签署了另外一份协议 协议的大致内容就是 周怡君自愿将30万补偿金 全权交给自己的母亲处理 并解除他与黄雪涛的代理关系 紧接着第二天 周怡君的卡上的30万补偿金 就被他的母亲取走了23万 直到那一刻 周怡君终于看清了 母亲和哥哥的真实面目 可是此时的周怡君毫无办法 只能任人宰割 他被迫接受了电击治疗 又被强迫吃下大量精神药物 药物的副作用 让原本身材苗条的他 短时间尊重了30斤 变成了个胖子 更让周怡君不能忍受的是在这里 他丧失了人的基本隐私和尊严 厕所和洗澡的地方连在一起 地上裹着屎尿和猪圈差不多 在被折磨了几个月之后 周怡君想办法再次联系到了律师黄雪涛 这一次黄雪涛打开录音设备 录下了他和周怡君的通话 然后又借助媒体的力量 将原来准备的材料和电话录音公布于众 终于揭开了周怡君母亲和哥哥的真实面目 最终在媒体的帮助下 周怡君再次重获自由 周怡君回到深圳 发现父亲留给自己的房子 早已被母亲和哥哥换了门和索 他早已无家可归了 2008年周怡君在律师的建议下 对设施医院母亲和哥哥提出了诉讼 让公众意外的是 周怡君只向母亲哥哥和医院提出 1万元象征意义上的精神损失费和一句道歉 他的代理人黄雪涛律师表示说 这只是象征性的索赔 打官司 关键是希望法律给予一个明确的判决 终结周怡君对强制收治的恐惧 如果不打官司或者官司输了 他的家人还是可能会随时随地 将他送入精神病院 周怡君也说自己此举并不是为了自己 更是希望此事能引起社会的重视 让更多的人避免遭受和他一样的痛苦 除此之外 他还把精神病院的经历整理成了疯人院日记 他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自己最亲的人因为钱才反目成仇 那么这个家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之后周怡君和母亲哥哥断绝了关系 选择剃度出家 通过树立信仰的方式抚平自己的伤痛 从此吃斋念佛 远离俗事悲欢 过着亲近的佛门生活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见 感谢大家观看